工厂遭大火吞噬 火势猛烈一发不可收拾 起火点是在一间塑胶工厂 里头全是毅燃物品 导致火越烧越大 甚至还蔓延到旁边的厂房 消防人员出道20车 到场救援拉水线灌救 火警意外发生在高雄紫关 一间塑胶工厂 17号晚上8点多 工厂内的塑胶原料 不明原因燃烧 容易密布 目前我们了解是有四间 那四间里面总共的面积 大概是在800平方公尺左右 尽管火是烧了两个多小时后 已经控制 但火还是没有完全焦熄 经销持续受水抢救 业者接获通报 也火速赶到现场 是塑胶废料而已 价值不高 是塑胶废料 对 就是一般的回收 只是当仓库而已 尽管人烧的都是废料 但大火蔓延工厂深陷火海 还波及到旁边的厂房 损失不小 后续的赔偿 以及责任归属 还有待进一步厘清 记得蔡武言催了新潘颖文 那边小组高雄报道